晚起袖子接种疫苗 他们都是北捷员工 判了好久 总算被纳入优先施打名单 北市府安排造册 北捷内部却爆出批评声浪 非第一线人员也在名单中 这我就不知道 因为长官安排的 应该是核心部 核心的部分 像行控中心工作场域 是在内部办公室 面对电脑紧钉系统状况 而在站内 第一线接触旅客的 北捷员工坦言 确实有同事还打不到 战务保全清洁 其实都会有所接触 我了解是有排序 但是后续有没有人继续打 我不是很清楚 我们在终端站折返的时候 还是会遇到 有跟旅客接触的情况 陆陆续续都有在安排中 所以说未来应该是 后面的人也会被安排 像我们车站的话 也是上万人 一整天 对啊对啊 那你一个班的话 平均就几千人 其实这次台北市调度 2500基疫苗提供北捷施打 但北捷列册的第一线人员 有高达7000多位 民策中能在第一波接种的员工 不到四成 但却纳入了行控中心 资讯处等人员 被质疑标准在哪里 如果发生了行车运转 或者是异常事件呢 如果没有行控中心的人员 来做指挥调度处理的话 它整个系统运作 会有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们是一样重要的 北捷解释行控中心掌握捷运系统 有优先施打必要 也喊话中央调度疫苗 让还没能施打的第一线人员 也打得到 但资源有限 却不是第一线最优先 难免引发争议 才能学的格子刚刚转发前几次 我才不知道